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学学循环的 哎呦你这么年轻对你学学循环都出问题了对有点出问题是不是你给他们当代言人我看这像是上吊用的你就能促进不这是挺好的因为日本压力大嘛日本人都带这玩意儿日本人都带这个在日本非常普及的好像来源于美国但它里面有铁的大概200块人民币对就是说特别能够促进学的循环我的水速很低而且压力又这么大工作宽什么的 今天这个节目结尾 直入广告 片尾字幕我们会打出电话 大家打这个电话不管三千二十一就能够买到这个 哈哈哈哎呀是得注意啊 家唐你北大毕业的嘛 是北大新生都自杀了 你看自杀了 对没死啊 说北大有个新生你知道吗 徐老师北大这个新生啊上吊 学校现在正在全力抢救生命在宿舍上吊 嗯说多名网友声称他为什么上吊呢 说啊他因为数学作业没做好 我觉得这可笑吗 说他宿舍怎么有条件上吊他吊在什么地方 他宿舍顶应该是平的嘛 宿舍里啊用用皮带 哎不他上面没有挂的东西吧 他应该是平的吧 还是徐老师你纠缠的肢结问题你没上吊过吗 就是在二的上下铺嘛 拿个绳不就吊 上下铺哪够地方上吊 这开玩笑 对他之前呢他说据说是他做数学的题 然后呢就是做不好 他还说他是一个湘西的一个校长推荐过来的 哦那个孩子 以前拿过这个什么数学比赛的金牌铜牌还是什么 但是啊最新消息说他家里人否认 他家里人说不是这个 但那反正呢北大那边就说了我们一向非常重视这个新生的心理健康 就这个哎这个我可以做这个做证据 嗯我我唯一的去参加他们北大一个活动啊 就是北大的一个心理学的博士做过咱们节目 说你请你跟我们这个学生有个活动 我就去了去了一看呢他们是请我讲我自己 然后给那些心理不正常的学生的补补课 就我不是就是说 因为我我在讲我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什么心理的这个问题啊 他们完了之后他说哎呀你到我们这来太合适了 我们这个很多新生这个都跟你有你一样的毛病 就他我说我的毛病了他们说哎都跟你这毛病一样 这就说明人北大也是很重视这个心理咨询 就说明他们以后有一大堆人都有潜力 成为像都文涛这样成功的出色的人士 这个这个北大前一阵还有一个项目是引起争论 我忘了他那个名目叫什么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思想不正常 思想有问题 会商制度 会商制度 很多争议 对不对 他的那个会商的内容里边有很多 其中也包括就是说你的想法跟社会的不一样 好像道德观跟社会的不一样 他都要拿来专门辅导员来会商 很多人就觉得要是这样会商的话 当初蔡元培下面的这些人呢 从胡思陈独秀全都给把他们会商完了 这个会商制度就是对一个思想偏激的 比如像我这样的 需要思想偏激的人就是说进行指导 我认为这种制度的建设本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这次的这个自杀的系统出来之后 很多的媒体从一个年轻人心理健康 或者说这个他的价值体系空白等等 这样那个角度去分析 但我觉得进入北大的学生本身呢 据我所知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思想也好 他们的心理的这种抵抗的压力也好 是相对弱的 我觉得做心理辅导可以 但从思想的角度来矫正你的不正确的思想 这个是大学制度的一个倒退 这个完全违反了北大的传统 这个是扼杀大学精神 所以就是不要管思想 但是也得管管我们的健康 是吧 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们组里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小韩 最近去泰国玩了一趟 玩玩就跟一些个外国青年玩在了一起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回来就大发牢骚 是吧 他说我觉得为什么人家外国年轻人们 玩的就那么样的happy 是吧 后来我仔细打听打听 我说他们怎么玩的happy了 到后来我明白 他可能是比较羡慕 他们男女可以乱搞 为什么 这会商制度的重点 不是 重点就是会商这种人 不是 你看看他拍的照片 很有意思 在泰国 他说你看 人家外国的男女 他说这都不认识 这是在干什么的 男的女的不认识 就半夜里一亮灯 不是 这个就开着灯 这个男女就不认识的 抱在一起 就在池子里这么嬉嬉 再看下边 他这看拍的 就是个有名的party 在泰国一个岛上 全世界都有名 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滩派对 叫Furman 就是满月party 你看这就是这个玩的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个满月party 这真是很有名的party 全世界的玩友们都跑这去 去去去去 嗨去 你看 再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我们小孩最变态的 看就是我们小韩了 他说他就跟这帮外国青年一块玩 你看 然后说是这个玩到凌晨两点钟 我真没看到日本的 最倒一个海滩 你看 最倒一个海滩 就是 然后他又说 然后不认识的男女就抱在一起 还有人在海水里就那样搞的 我听他说来说去 就是说外国人可以这么着 为什么我们不行 但日本人除外 我刚刚没有看到日本人 没错 我刚我也问了小韩 小韩刚刚告诉我说 就是说日本人特别的内向 他们压力好像特别的大 不是日本也有这样的 哈拉军库 但那是非常在封闭的环境当中 日本人的性开放 各方面 它是在非常私密的地方 没错 他的温泉不是男女温泉相通的吗 这混浴嘛 混浴啊 对啊 混浴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它根本就不分的 对不对 现在是明的这个遮一遮 池子还是共木一池水啊 这个日本 一池生水 但日本现在是没有了 其实刚刚我看到了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小孩 他们的压力现在非常的大呀 我觉得刚刚你说这个外国的 这个小孩特别的happy 但我觉得日本的小孩 一点都不happy 他们还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所谓的高考 我觉得日本人呢 跟外国的 外国的还是 他们的选择特别多嘛 你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 可以就是背包旅游 日本人不这么干的 你就是说高中毕业 马上进大学 大学毕业马上开始工作 这样的话 日本人的这种压力 得特别的大 所以得带这种东西 血血循环 血血循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 现在的那些 刚刚怎么谈的 这个北大的学生 也是一样的 这么一个高考 他们所施加的这种压力 在这种非常激烈的环境当中 所感到的压力 我认为这个是 应该是中国和日本 应该是共同的 这么一个问题吧 应该 不过他说的确实 就是徐老师 你是教过美国学生的 可能就是跟日本人 反正也是都是压力山大 是吧 但是好像美国孩子简单点 就是这个年轻人 确实说 你想中国人 你像他这种中国年轻人 生活在这种 哎呀 整天茫茫不知所知的 这种感觉下 他出去旅游 确实很容易 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说这帮外国小的 他没心没肺的玩的 就是真是没心没肺 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玩 好像没有心事的样子 这有好多原因可以分析 这中间的差别是我们常常一直在思考 我们包括思考自己 也思考国家的事情 美国有几个原因 美国欧洲 欧洲的情况又分开 我们先讲美国 美国的大学生 首先第一个 他生活的压力没这么大 他的要求也没有别像亚洲的学生这么高 家庭对他的他的基本达到基本的生活比较容易 就是说一般的 他也没有 至少美国的大学生没想过要买房子 这根本在他没概念 他也没想过要开好车子 他也没有人想过 根本想都不想 当然他有精力去泡池子了 他不用买房子 他不用买车子 他就有精力去 然后美国的社会是这样的 他做普通人很幸福很happy 但做精英很难 中国是倒过来的 日本是倒过来的 日本也倒过来 中国是你做到精英 做到人物 你就会生活得很好 你做普通人生活很困难 说实在话 你做个普通人 你看病都成问题 你家里小孩的时候 你生存都成问题 美国正好相反 美国是大学生很happy 你将来要是你对自己要求不高 你只想找一个女人 你只想有个房子 只想就有地方住有个工作什么的 很容易 但是你要研究生 你要成才 你要你要向乔布斯方向去努力 非常之难 所以中国人呢 每个人都有给自己一个压力 就是说你要成才啊 你不成才 你将来对不起父母啊 因为就是说 比如成功两个字 他已经好像成为了一个唯一标准 我奋斗的唯一标准 那北大的学生他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日本跟中国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就适合在美国生活 我跟你说 他你看中国人的人生经验都是讲啊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一般老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我就反其道 我就认为我愿意当凤尾 我也不要当鸡头 我虽然是尾啊 可我也是凤凰啊 你虽然是头啊 你是个鸡啊 这对我来说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啊 我那天就想他们有人原来烈士写那个诗啊 你就是愿意当阎王 你也是生活在地狱里啊 我宁愿当一个天堂的平民 你明白吗 我就是说只要平民的日子 像你说的美国一般平民都能过得很好的话 那很好 我真的愿意当这个凤尾 可是在中国你老谁人人任何一个小圈子里 都削尖了脑袋 你要当鸡头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国家青年人 他目前面对的这个世界 是几代人很久以前积累下来的 很多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我打个比方 对美国人来说 家里有一个大的厨房 有个冰箱 有个车子 有卧室跟客厅分开 这是他爷爷开始就是这样 没错 他对中国人来说 他爸爸就不是这样 他爸爸长大的环境就是客厅跟卧室是不分的 一到他这一代才突然分 美国人是厨房跟客厅不分的 是吧 他开放式的 所以他们的达到我们讲的所谓普通生活 在他们来说是一个平常人的目标 在我们这里就要成功才能达到 这个代价是一个整个国家的世界的格局改变所造成的 是生多粥少呢 还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跟日本人谈谈 但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国家目标上说小康 是吧 小康是个很宏伟的目标 但在日本现在我们小康已经是达到的 对对 那比如说我们那当然 小康的感觉怎么样 小康的感觉那就是过日子嘛 过日子就是说你有房子你可以看病上学都不成问题 就是主要主要的问题是就是你怎么去成长 在你的职位上你的收入上你的社会地位上怎么去追求 那小康这一关早就过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说那每天打工 比如在便利店打工没有问题 开过日子完全没有问题 但这些人现在失去了目标 你看我就很有感触你说的这个过日子 这个过日子是个什么词 这是个中文或者是个日本的词 你知道我昨天看一个电影 这个楼叶导演的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看到一个翻译很有意思 他里边夫妻有个吵架 他不底下有这个中英文字幕吗 中文字幕就是夫妻就说你还过不过了 你还过不过了 那么你知道英文它怎么翻译吗 我估计英文就没有说你还过不过了 这种就听不懂的 它的翻译应该是准的 但是它英文翻译就是说 你要毁灭这一切吗 就是你要毁了这一切吗 但是实际上中文说的是你还过不过了 你发现这个中西的概念不同吗 中国人这种就说 我就觉得过就是这种过日子 是一个最平庸 像个猪一样的生活也叫过日子 对吗 中国人就是过日子 你弄得多少喜怒哀乐 多少压抑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小韩羡慕外国人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都不过了就怎么了 为什么就过日子 你看你外面东方人 就这个沉重啊 年纪轻轻啊 他就想怎么过日子 他外国人不过了呀 不买房子 他要是有女朋友有老婆的话 看到那张照片就想提个字 你过不过了 没错你过不过了 然后小韩再写英语 你要毁了这一切吗 过日子这三个字在日本里是没有的呀 中国就有 就是说我到中国之后才有过日子 日本是什么来表达 日本就类似我们要日常生活 是吧 但就是说我们说看病上学 那我认为就是说 至少我出生的那个时候 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困惑也好 折腾也好 已经不在这个过日子的层面 而是说你达到了一定的收入 一定的这个就是住的 就医师住行都解决了之后 那后现代化的社会 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啊 不想在日本过了 为什么 他小康OK 但他的压抑特别大 就是这个过这个日子的成本太高了 你没有去过日本 所以感受不到 但是说压抑感是特别大的 知道过日子没劲了 对 是吗 其实过日 日本是这样 日本你想想看 它这么少的人口 它的经济的总量跟中国差不多 我们现在中国稍微超过一点点 但多年来它是世界第二 它是这么富有 大家这么辛苦 你到日本你就会有一个感受 假如我是日本人的话 我就在担心 maintainance 就怎么保持这么少的人生产这么多东西 这是很累的 在日本你会觉得做富人是很累的 日本人做得很清洁 很干净 很精致 一块蛋糕包三四层 对不对 家里搞得很干净 但是会很累 相对来说中国人真是没那么累 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没有日本人这么累 而且但是中国人正在越来越累 你像我就有这个体会 我是85级89届89年毕业的大学生 我的感觉我们比现在的大学生轻松 有个很简单的原因 人少 人少 所以我觉得去是不是这个跟人口有关系 一切的问题 你人口太多了 你这个大学一扩招 这不是一下子这么多的大学生 我们那个时候少啊 我就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压力大 可怜 你讲的是对 他不是人口多 是大学生多 大学生多了 就竞争的人多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竞争的目标啊 尤其是物质方面啊 多了 选择的多了 以前大学生读的时候 你就想我读出来 你没有想过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没想过买车买房这类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现在的人就是很早就要再想这些问题了 然后又想找工作 但实际上真的很困难 我跟我见过一个 就是有一个北大的博士 有一次我到北大不是上课吗 后来就已经跟博士聊天 你仔细听他讲讲 我真的也替他忧虑 他说你现在留校不可能了 位置都已经满了留校 你在北京的出版社 找一个编辑的工作 报纸什么都很难了 你要么你哪里来 你不要成都来西安来 你就回那个地方去 你北大毕业回到小的学校 二三线城市可以 你要在北京的文化单位找一个工作都是很难了 而在身边又有女朋友要等着你来了北京以后 他也想来北京 你想想 然后他的学问 他的博士论文要去查汉代的古籍 要去查背头 那些是要非常静下心来才做的好的事情 可他眼前所焦虑的是那么多现实的困境 就算他做出来又怎么样还是没有工作 这已经是博士了我 而且我前一阵我到我的这个母校武汉大学 我突然有这个雅兴去夜游了一趟 我至少从表面上感觉 我觉得这个跟学校的风景好坏有很大关系 因素 没错 我们武汉大学是全国最漂亮的学校 就算之一吧 其实我觉得比北大还漂亮 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人的表情看着悠闲 所以我就不禁认为是不是北京上海的大学生 会比别的城市的大学生压力更大些 但我觉得压力的大小跟幸福指数 我认为是不一定是不成比例的 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大学生很不幸福 幸福指数很低 人少 但就是我比如我们的父母那一代 是就是日本高速增长的时候 就是跟今天中国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竞争力特别激烈 人也多 是吧 那就是正好在上升的阶段 压力也大 要房子要车 那现在跟现在中国80后是一样的 但他们那时候幸福指数很高 为什么呢 有奋斗的目标 有目标 有目标 但今天日本的那个小孩 比如说日本现在连续13年 每年的自杀率超过3万 日本是这个按人口的比例来说 就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至少前五名 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跟人多有关 也不是跟竞争力有多激烈有关 而是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么一个事实 日本衰落是吧 那中国崛起 那我们还要干什么 你失去了目标 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纷纷的一到泰国 渡过非常安宁的日子 就刚才的照片 虽然刚刚没有看 在照片上没有看到 现在日本这些人其实时髦去泰国 就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 是到一个相对浅发达的地方 去度过安宁的日子 开始追求过日子 日本原来没过日子 那到底什么叫过日子呢 那我怎么知道 泰国才叫过日子 过安宁的日子 没有那么的有压抑感的日子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这个什么幸福调查 我觉得这是下拜 因为这就是感觉 对吗 感觉我就说你看说过日子 在日本过日子 在哪过日子 他们怎么过日子 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懂吗 包括成年人 包括很大岁数的人 你发现没有 就是你像有的夫妻俩 就是离不了婚的 离不了婚 这个做老婆的就是说 你不要折腾了 我就是想过日子 不要跟我讲什么感情不感情 你看两者都有得失 你比如像在西方 他们搞的那些个 他就是说有爱情 咱们就在一起 没爱情 咱们就离婚了 对吧 东方的这个搞到最后 就是疲惫不堪 然后就是说别闹了 别闹了 我就要过日子 不是不要再折腾我 你看一种疲惫 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小农经济有关系 你看咱们一个家庭往往搞成 又是个生活单位 又是个生产单位 你知道吗 外国人你发现没有 他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所以你看他分的容易 合则离不合则去 中国你看很多 为什么离得很难 两口子同时还是个生产单位了 老公的工作可能有一半都是老婆在幕后 在操纵 你明白吗 这个你施的一切啊 这就真过日子了 说你要不要过日子 你要你要是一离开啊 那真是国民经济巨大损失 整个你的生活就塌了 你说是不是负担大 离也是一种奢侈 你一离的话 你就现有的东西就一分为二了 一分二二再一打折嘛 对不对 大家生活就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看上海也都会算家 但日本人是不爱变化的 就是日本的这个夫妻呢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老公有女人 早有没有女人 但不理 就是为了孩子 日本这一方面是很死板的 非常执着 其实我刚刚我也觉得很复杂 就是日本一方面觉得现在有问题 但又离不开现状的生活 就是这种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日子 包括工作 日本中生雇佣嘛 把一辈子一辈子扔给一家企业 家庭呢最好不要离 日本的离婚率应该比中国低 那按说他心里应该觉得稳当啊 一切都没有变 不像中国总是在变 所以有可能呢 日本现在呢 这次日本的大地震啊 发生以后 我我我最近都在日本嘛 就是说没有变 整个的大街 这个在超市各方面都没有变 日本人依然接受这么一个现状 按部就班的 不离的 就不离开家庭 不离开单位了这么一个生活 按说经过了这么一个末日灾难 更应该像我们小韩希望的那样 想怎么搞怎么搞的 才对吧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们什么东西都在自己内心挑战 不像我们把这些人都说